借酒互借协会 AA是一个由同侪领导的国际互助团体 致力于透过灵性倾向的12步骤计划 从酗酒中借酒康复 与12传统保持一致 AA是非专业、非宗派、非政治且独立的 2020年 AA的全球会员预计将超过200万 其中75%位于美国和其成立的加拿大 AA的12个步骤是 1.我们承认我们对酒精无能为力 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难以管理 2.开始相信有一种比我们更强大的力量 可以使我们恢复理智 3.决定将我们的意志和生命 交给我们所理解的上帝来照顾 4.对自己进行彻底 无所畏惧的道德盘点 5.向上帝 向自己 向他人承认我们所犯错误的确切性质 AA的12项传统是 1.我们的共同利益应该放在第一位 个人恢复要看AA团结 2.为了我们团体的目的 只有一个最终的权威 一位慈爱的神 正如他在我们团体的良知中所表达的那样 我们的领导者只是值得信赖的仆人 他们不治理 3.成为AA会员的唯一要求是借酒 4.除影响其他团体或AA整体的事务外 每个团体应具有自主权 借酒互借协会 AA是一个由同侪领导的国际互助团体 致力于透过灵性倾向的12步骤计划 从酗酒中借酒康复 与12传统保持一致 AA是非专业 非宗派 非政治且独立的 2020年 AA的全球会员预计将超过200万 其中75%位于美国和其成立的加拿大 借酒互借协会 AA是一个由同侪领导的国际互助团体 致力于透过灵性倾向的12步骤计划 从酗酒中借酒康复 与12传统保持一致 AA是非专业 非宗派 非政治且独立的 2020年 AA的全球会员预计将超过200万 其中75%位于美国和其成立的加拿大